Hello,大家好,我是阿姨 我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自驾了20天 今天呢,给大家总结出来一份攻略 如果大家也想自驾去看大草原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慢慢看哦 我是从辽宁沈阳出发的,一路走高速 如果大家不着急的话,可以走国道看更多的美景 第一站到达海拉尔,这里是呼伦贝尔的经济政治中心 也是草原上建立起来的一座奇迹之城 大家到达以后可以先去吃一顿正宗的羊肉火锅 这家和我同名的艾伦火锅店,就是当地人推荐给我的 分量很大,肉很香,人均100多 第二天呢,可以逛一下呼伦贝尔的历史博物馆 三层楼分了十几个场馆,了解一下内蒙古的前世今生 下午呢,大家可以去成吉思汗广场逛一下 晚上到呼伦贝尔古城里走一走就差不多了 记得在这里啊,可以备一些零食水果 第三天呢,一早出发前往末日格勒河 这是一条很漂亮的草原景观路 这一路上会路过三个观景台 可以看到如丝带一般的河流穿过草原 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租一个无人机啊 拍俯拍的视角特别壮观漂亮 这边一上午就可以走完了 然后直接导航到厄尔古纳 晚上在这边吃饭住宿 这边呢,有一个湿地公园 但是啊,我不建议大家去 因为我去的时候呢,以为是那种 可以走到里面去看的湿地公园 其实没有想到,就是一个观景台 买了门票之后呢,只能到观景台上俯瞰 感觉这个钱吧,花子有点不值 如果大家想逛的话 可以去距离厄尔古纳40公里处的 白花林景去逛一下 然后我这一趟呢,还从厄尔古纳去了根河 就是那个中国最冷的冷籍 那边有一个敖鲁古雅原始族部落 就是这样的一个森林啊 里面有很多的驯鹿 还有自由自在的松鼠兔子 傻袍子啥的 如果带孩子玩的话,可以来一下这边 我是很喜欢这种森林里的感觉啊 空气很清新,感觉人都放松平静很多 但是根河市区呢,就没啥好逛的了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去或者不去 第四天前往恩和俄罗斯民族乡 住一下这边特色的木科棱小屋 这个村子不大,大概半小时就可以走完了 不过因为这边和俄罗斯仅一水之隔 所以呢,这里的民居还是很有特色的 可以尝一下大脸吧,喝一下格瓦斯 我第一次尝,感觉真的挺好喝的 最主要的是,这边很多人都是有着俄罗斯血统的俄罗斯族 他们是蓝眼睛,白皮肤,金色的毛发 可是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来这边呢,体验一下这种反差萌的风土人情 还是很不错的 第五天走七卡五卡去到黑山头 一点不吹啊,这条路的景色是我迄今为止 走过最美的一条线了 看着蓝天,白云,绿草,清水 还有惬意吃草的牛羊,感觉人在画中游一般 一点都不逊色于新疆 下午到了黑山头,可以在各大平台去找一下骑马看落日的项目 差不多都是100到200块钱左右,两个小时 这个项目我觉得是特别值的 一队十多个人,教练会教怎么骑 全程自己抓江省,骑马到山头,很有体验感 最主要的是,草原上的日落太美了,特别出片 在这边还有一个项目叫仿木户,主要就是到牧民的家里 喂喂牛羊啊,射射剑,穿蒙古族的衣服拍照 我订的是花了50块钱,体验感一般 有点像过家家似的,大家可以选可以不选啊 第六天从黑山头到满洲里 中途有一个186彩带和滑草项目 100块钱的门票还是很值得一玩的 在到达满洲里之前有一个呼伦湖,晴天的时候感觉应该挺漂亮的 但是我是阴天的时候去的,风很大,就感觉没啥好玩的 到达满洲里必须要吃个俄餐 这家呢是当地的网红店铺,大家一搜就能搜到了 味道很不错,主要是很有特色 晚上的时候呢,还有俄罗斯美女的演出 因为满洲里是中俄蒙三国交界的口岸城市 所以这里的建筑都很有俄式风情 大家可以去国门泡瓦广场逛一下 不过可惜的是,这边离边境很近啊 也是不让飞无人机的 没有办法航拍到这些漂亮的建筑了 第七天直接出发阿尔山 这边呢其实是属于西安盟的 但是来都来了,这里的景色啊绝对不需此行 这边离满洲里可是有点距离的 大概四五百公里 大家在满洲里一定要备好吃的东西 别问为啥,问就是把我饿得差点都追了牛肯了 这边呢也是我觉得这一趟旅行最难忘的一段了 秋季的大西安岭景色特别迷人 道路两旁漫山遍野的金黄 好像在童话里前行一样 路边随便一停就是一幅山水画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景区里面很大 如果大家买门票的话 可以安排两天的行程在里面游玩 如果大家觉得门票比较贵 就想顺道玩一下的话 也可以把目的地定在柴河月亮小镇 这样子呢是可以免费经过景区里的这条摩阿公路的 那这里呢也是我自家内蒙古的最后一站啦 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 如果大家也想来自家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话 可以参照我的这条线路哦 最后我想说的是内蒙古太美了 内蒙古的人民也太热情了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